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导致核域受阻 地方政府找来私人公司 用炸药炸开冰层 希望冰块会流向下游 恢复核道运输 谁知道 业者一丝没算好炸药用量 一次六百公斤的炸药威力太强 河边房屋严重受损 飞散的碎片造成多人受伤 连小孩都遭殃 甚至有人心脏病发 伤者紧急送医治疗 至少四个街区的住宅受害 但事后业者否认使用过量炸药 坚称一切按照规定和指示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而所有的费用也将由当地政府买单 三天新闻 陈佩仁报导 一半